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课程 比如说没有考试需求的 那包括我想提升英文相关类 不管是写作 经读还是语法还是词汇 我们都有这样能力端的课程 同时呢我们也做帮学生们去做 比如说申请加拿大或者是美国的顶级私校 比如说包括申请美国本科 甚至包括长春藤学校整个美本申请规划 甚至加拿大的这个本科 我们都会帮助学生提供相关的一些建议 那今天这个小型的讲座呢 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灵感 是因为最近呢会有很多学生 因为我们知道到二月底的时候 是这个申请的总的offer 大部分来讲应该二月底该出来了 当然也有些学校可能包括boarding的呀 包括他学校可能是rolling招生下offer的 已经已经早就有了 那么进来呢也就是今年申请 很多学生家长就慢慢的在问我 比如说我们孩子这些情况 面试也面了 成绩也提交了 包括SSAT都考了这些成绩 老师你觉得我们能备录吗 因为目前可能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能申请不同学校的时候 那如果不同的学校 大家offer的时间不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大家应该听说 广州身边有朋友的经验啊 就是offer一旦下来之后 大概应该是一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要交一笔费用 费用大概是有的三千五 有的四千这样的 叫registration费 这个呢就是注册费 注册费的话也就是说他给你保留这个position 那么如果假设到二而迭 您心仪的更好的学校 那下offer了给您 或者是给您一个wait list 你想要去等 那么如果你想不去 之前已经交了这个registration fee的这个学校呢 那么这个钱叫unrefundable 就是不会退给您的 所以很多家长会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我要不要交这个钱呢 还是要等啊 你觉得我们的这个profile 能不能之后被某某学校选中 包括还有一个就是 今年1月份 现在1月份开始 可能想要申请 2023年秋季9月份入学的一些家长们 想要去准备起来了 至少我们先了解这个流程什么样子的 这是为什么在咱们刚才 就今天讲座我们一个小的群嘛 那群里面我发了一个就是私校申请的时间线 主要是以咱们加拿大 尤其是东部地区 安省这些比较知名的 大家比较喜欢的私校 他们的时间节点 那么在不同的时间段 比如说自现在开始 到6月份到暑假 甚至到9月份啊 甚至到他们整个deadline 是在12月1号比较多啊 在deadline之前 我们不同的月份都有什么不同任务 哪些需要早准备 哪些可能我们即兴发挥也是可以的 甚至效果更好呢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哈 呃 现在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精心整理的这个小表格啊 不知道各位是否能看到 呃 然后还有再说一个就是呃 今天这个分享呢 纯属是我的呃 根据我的工作经验 根据我的学生的了解啊 根据跟家长的交流的一些信息 那么我会给大家总结的一些个人见解 呃 在讲的过程中 如果任何人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 啊 那你都可以在 比如随时开麦 你可以打个问我 或者是随时在chatbox里面打出您的问题啊 因为这样对我来讲 也是能引发我更多的思考啊 我也希望能从您的这个口中搜集到 大家更关注的一些问题 这也是我未来去优化我的工作的一个动力啊 呃 这是一个私校申请评估表 我总结了一下大概这几个方面 我们可以拍照一些呢 或者听一听我具体的阐述啊 呃 基本上来讲呢 申请私校大概看这几个方面了哈 比如说学术方面这是一大块啊 然后呢 包括对孩子有这样的综合评估啊 然后包括孩子做什么样的活动呢 呃 等于下面这个加分项 加分项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去努力的 有的是能达到 有的是短期的是达不到的啊 但如果有就更好了 是一个bonus 是一个加分的哈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学术方面 呃 就读学校 什么意思啊 我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孩子他读书这个学校啊 这个学校什么类型的 实际上是对我们申请您心仪的这个私校 是有一个助力的作用的啊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看到这里面写呃三种类型 比如说 我不管我们申请是七年级 还有九年级入学的哈 不管是申请美国还是加拿大的这个私校 比如现在你的学校就是一个比较知名的私校啊 或者是您虽然这不是私校 但是一个gifted program 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加拿大呢 二三年级的时候孩子会做一个这个智力测试 或者我们叫心理测试哈 看孩子本身他的成熟度啊 他pick up新东西的这个能力啊 最后给你一个最后一个 其实是有个智商IQ的分数的哈 一百二一百三还是一百一等等都有哈 那么你可能是在bifted program里面 或者是呃 比如说我们来的晚 我没有测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校 我们希望通过呃 在这公校里面可能一两年的时间 然后适应加拿大当地的教书的这整个情况 包括孩子整个social社交啊 交朋友啊 学习的节奏 进而呢 升一个比较理想的思想 对啊 所以你这个来源的学校 他对于申请学校是有区别的 在判断的时候啊 呃 那么我们简单做一个答案 你觉得来自于这三个不同的地方 你看我这里面写着高中低 当然这只是一个 我希望拿一个字给他概括一下 但并不代表知名私校 就一定是最高级的 公校最低级的 可不是这个意思哈 呃 我们简单看一下 这三个类型的学校 为什么把公校排到相对来讲 他对您的申请背书比较低呢 是因为在公校 跟这两种的一些学校来比 他是没有经过被selected的这个过程的 没有被选择过程的 对吧 而比如说孩子现在可能你在一个 比如说是我们知道 私校pace 或者你在公校的gifted program 或者比如说 我现在可能在TMS 我想去换成UCC或Crescent 或我现在在UCC 我想换成这个UTS多大附中 对吧 想换一种 你认为可能更适合孩子的私校 那么 这就是被选择过的过程 那么很多私校 他们是很相信背书你的来源的 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包括我们申请 不管是每家的这个私校 还是大学的时候 其实美国顶级大学 他比较重视这个圈层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他会认为说 其实西方就有这个问题 他越有什么问题 他越重视什么样的问题 他希望孩子能打破圈层 但实际上打破圈层的这个规律 又不符合他们选拔人才的规律 所以说呢 总之一句话 如果我们现在的学校 是比较知名的私校来讲 那么实际上对孩子们在申请 你认为可能更适合 其他的私校来说 是一个好的背书 同样的 比如说我们日后可能孩子大了 要申请大学 尤其是申请美国那些排名更好的 更受欢迎竞争力更强的这样大学呢 你来自于什么样的 这个高中也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 假设您的这个学校 这个私校 他每年比如说申请到 美国前20的大学的学生 比例有多少 而且这些学生 进入了这个前20大学之后 表现怎么样 包括学术表现 包括这个 Morality方面的表现 包括他的工作表现等等 都会给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一个背书 所以是为什么有的家长可能跟我交流说 说孩子现在在公校 那我们其实就是选择离家很近的公校 据我所知的公校里面 好像去特别好的大学的人也不多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实际上对于你在申请大学 尤其是美国大学来讲 因为申请相对来讲 甚至加拿大的本科 还没竞争那么的激烈 除非有一些特别好的学校 好的专业 那么你申请美国的本科的话 相当于来说 对那些本科招生部门来讲 它是没有参考参数的 所以说呢 这也是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 很多家长希望孩子能够 进入到比较好的一个私校 因为在美国申请大学 每个大学的emission office 它会有一个叫 叫high school land mapping land mapping意思就是 在美国各个州的 就是美国境内啊 各个州的高中啊 他们的学生都会有一个被打分 比如说历届这个高中 他能被比如耶鲁 被Princeton录取的学生比例有多少 这些学生在学校学术表现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哪些proven success 包括proven failure 这些问题可以去追寻 所以我们的emission 这就是一个背书 对吧 同样的 咱们再往小了说 年龄小了说 同样的 像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有过申请经验 或今年申请经验 或听别人分享经验 你就会发现 举个例子 假设您申请UCC也好 或UTS也好 那很多人我们都知道 你要考SACT SACT.org 你的官网 它本身是可以直接从那边 官网上可以去申请私校的 比如说Royal St. George 比如说UTS 你都可以在官网填表 甚至包括Saint Clement 我记得好像York School等等 都可以直接在官网来填申请表格 他们直接是校内 一个整个电脑系统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你发现 在申请的时候 你可能要写 你现在的Current School 有这一项要填 咱们就举个简单例子 因为加拿大本地的 不管功效私校 实际上 你去查一下那个Drop down box 就是往下箭头列表 其实都有 但是如果假设说 我没有亲戚朋友 或者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国的话 那么您这个学校 如果在这列表中 那说明实际上 这个私校 对您这个学校 往年生进来的学生 是比较了解的 比如像举个例子 像UCC的话 那它那个Drop down 包括UTS都有 它都有 像我们上海很有名的鲍玉刚 都有这个学校 所以说明 从鲍玉刚生过来的孩子 实际上的背书是蛮好的 而且升过来的人数也不少 他们很喜欢招 就是整个有没有一个proven 我们叫proven success rate 要高不高 你一年的这个学长学姐 能不能给你做一个好的背书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第一条 就读学校 我们自己可以参考一下 孩子目前所在学校 那申请某一个私校 比如举个例子 可能家长说 我们孩子现在在 另一个小私校 叫Northmount 他们学校呢 不管地理位置也好 包括家长的理念也好 很多小孩呢 在八升九的时候 甚至是六升七的时候 也喜欢升UCC 对啊 那如果UCC以前 路过不少 来自于Northmount的小伙子 小伙子们表现都不错 学东西都很快 在学校里面 社交能力也很强 那么这就是很好的背书 像Northwork这边 也有一个Claude Watson 这个工校 工校Claude Watson里面 每一年去升UTS的学生 也蛮多的 包括我们是PACE 升UTS也很多的 这都是非常好的 一个学校背书 我们看一看自己的学校 是否能提供这样一个好的背书 第二一个成绩单 成绩单的话 像我们都知道呢 根据安省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的一个要求 每个学校自己内部 可以有自己成绩单的Template 就是模板 但是它一定包含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前面最上 他认为更重要的 就是成绩单前面 对于孩子 我们叫working habits 就是他学习习惯的一个评估 然后后面才是什么 Language Math 包括French等等 学科打分 对吧 那我们说 咱们现在讲的是 成绩单后面 学术也打分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迷思 我们认为说 只要成绩单上 全都是E 那这一定是最好的 而相反 如果成绩单上 一旦有一个B 或一个C 是不是特别不好呀 如果想申请像UCC 或者是Harvard Girl 或者UTS 是不是就是没系了呢 实际上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呢 所有的这些招生官 他们都有一个 统一的一个看法 就是成绩单上 你的分数 固然不能太低 但是最最重要 比分数还重要的 是老师给孩子们 写的评语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UCC的招生官 他明确表示过 他会说 在成绩单上 老师的评语里面 我会从他的评语内容 来去assess 是否这个孩子 能够去 working to full capacity working to full capacity 意思就是 他竭尽所能的 进行某一个科目的学习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力求做到最好 这个如果孩子本身 是这样的学习习惯 成绩单上 一定是能体现的 比如说几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应该是去年的时候 在一个孩子申请UTS 成绩单蛮好的 非常好 实际上不是蛮好 全都是E 应该只有一颗是G吧 只有一颗是G 那个G呢 是一个不是特别关键的科目 还好 然而呢 在language那一块 老师评语里面 写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呢 他的能力很强 学东西非常快 是一个sharp intellectual kid OK 这就体现了孩子 本身的一个智力水平 跟学习潜力 但是呢 下面我们如果看过 关注孩子成绩单 你就发现 老师都会加上一句话 他说呢 Next step 下一步呢 You are advised To strive for something more challenging OK 他说 我期待 那么以后 你可以尽量更多的挑战自己 做一些更难的事情 那当我们看到成绩单上 老师这样的评论之后 你应该感受到的 不是光看前面 老师说 哦 他sharp intellectual 特别高兴 不要急着高兴 你应该看到的是 老师后面 委婉的一种表达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孩子 还没有到 working to full capacity的地步 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聪明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 他本年级学习内容 他掌握得很好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 他努力挑战自己 想要掌握得更好 对于已经懂得 轻松学会的东西 他并没有要求做到完美 并且并没有更多的 挑战自己的学术 这就是老师所体现的 对吧 所以说 真正读成绩单 尤其是老师评语的部分 这个是更关键的 他比孩子整个打分 不管你们学校成绩单 是分数制 还是EGS这样的制度 所以要关注老师评语 这很关键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提到一个必要性 就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真的 有打算申请私销 第一个我认为 一定要一直坚定 如果想申请 那我们就全力以赴的 做好准备 尽量不要临时起义 因为如果比如说 提前一两个月想要申请 那么即便孩子本身 他的水平是蛮好的 但如果由于准备不充分 哪个地方做不到 尽善尽美 而最终如果导致的结果 是造成了遗憾 这无疑对一项优秀的孩子来讲 是一个打击 而另一个方面 如果孩子虽然没有认真准备 但仍旧被大家都 非常备受欢迎的思想而录取了 对于孩子身心来讲 他也会认为说 事情对他来讲 都是很简单的 他其实不用努力 就能做到别人 望沉默级的地步 这我认为 尤其孩子年龄小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那么所以我说成绩单 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成绩单上 即便不管是可能 最近这一两年 由于网课 尤其是我们可能 如果学生在公校的话 因为公校网课 并不是学校自己本身 老师的这个资源 但是教育局 同意安排这个资源 所以呢 老师第一个 流动性很大 第二个 老师对孩子并不关注 第三个 上课的时候 很多孩子可能不开 这个摄像头 老师也都OK了 没问题 所以导致我们可能 找申请私校的时候 找老师写推荐信很难 因为老师本身 也没有办法写 因为他确实不了解学生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成绩单确实不容易好 但是不要紧 就是体现孩子 leadership的时候了 当老师并不要求 开摄像头 并不要求某人 要发言的时候 那你能不能 主动开摄像头 你就当你的 emphasize teachers 刚才像我说的 我说在网课的时候 对于老师来讲 实际上讲课是更累的 比面对面讲课更累 因为他并没有 有个食物在对面 他没有办法控制 自己的音量跟情绪 他情绪要持续饱满到最顶级 才能带动孩子学习状态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在大家都不开摄像头 不讲话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能够 主动地跟老师去交流 就像是帮老师一个忙 第一个好处呢 是老师讲的所有内容 不管它是公立教育局 还是自己本身 你们学校自己的老师 老师讲的内容 一定针对你个人的 这样你收获更大 第二个就是 老师会怀这个感恩的心 会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 第三个就是 非常有可能 你的这种行为 开摄像头 跟老师积极谈话 积极互动的这个过程 能够去make influence 或impact to people around you 那办理其他工学 就会觉得 怎么老师老跟你讲话 我都没有机会呢 那我也开摄像头 跟老师交流一下吧 这就是提下你的leadership 这就很重要了 所以说 整个成绩单上 实际上是在人为的 而且要提前准备 你要知道 哪些部分重要 而且我们要 为了这个重要的目标 去积极培养 自己的行为方式 也就是他们所说的 working habit 这个很关键 好了 那么第三一个 学术SSAT成绩 这个其实客观的讲 我们都知道 其实你到私校官网一查 一般来说呢 美国排名非常好的学校 当然我不光说的是 Philips或Andover 这种排名第一第二的 哪怕美国排名前三十 美国私校非常多 排名前三十的私校 一定一定是要SSAT成绩的 而且即便SSAT考满分 也不见得一定会录的 就成绩很重要 第二就是 如果在咱们加拿大 安省来讲的话呢 那么UTS是一定要 SSAT成绩的 其他学校不一定 其他学校不一定 其他学校很多时候都是 test optional 甚至到九年级都是test optional 但是我要强调一个问题 当你在疑惑 这个optional 有的时候有选择 比没选择还痛苦的吧 那我要不要考 孩子要不要学 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 很容易学的东西啊 它对孩子是有难度的 因为SSAT实际上 它的前身 它来自于所有的出题模式 来自于SAT 而SAT是美国的高中生 就考他们native speaker 本国的孩子参加考大学的时候 要考的这么一个相当于大学考试 而SAT的前身 是美国CIA招特工的时候 进行的智商测试 还有大概将近100年以上的历史 所以说SSAT本身 它测的并不是孩子 你这个年龄 在学校的知识 你有没有学好 不是的 它测的是 你作为这个年龄的年轻人 你的水平有没有超出同龄人 一到两年的水平 通过这个测试 看你的思维方式 看你的逻辑 尤其是能超出多少 那么到底应该考 我们的底层思维是这样子的 底层思维是 如果您的这个申请的学校 招生的名额越少 而报考的人越多 那么您就越应该考 我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像UTS UTS的话呢 我们知道 它招七年级 九年级两个事 算是大招年 七年级更多一点 九十多 九年级的话二十多 其中50%男生 50%女生 比如七年级它招九十多 真正每一年升七年级的 不少于四百个人 所有资料齐全 而且坦白讲 我接触到的 至少跟家长交流的过程中 说孩子第一目标 一定要是 UTS的孩子们 很多是来自于Gifted的 或者是成绩非常好的同学们 那么在这样的 都非常聪明 而成绩单都非常漂亮的 孩子们应该怎么筛选 这种大量的筛选工作 怎么做呢 所以UTS招生官 已经在官方自己说了 所以我们的竞争力太强 而位置又太少 所以我们第一步 必须要靠SSID成绩 要cut off一半的人 剩那一半 我们再仔细看他的profile 看他的holistic profile 我们叫一个综合全面的申请资料 申请文书 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列的 这所有的东西 对吧 所以说 again 当你想决定SSID要不要考呢 那你就想 你的目标学校 是美国的顶级私校 还是加拿大的顶级私校 如果加拿大的私校 是哪一所 它竞争力有多强 它今年要招多少人 您身边认识的朋友们 家里的孩子 可能有多少人 也是心意这所学校呢 同样的 再来一个就是 真正学习SSID的过程 那只是一个考高分的过程吗 还是您希望找到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门SSID课 以及老师 那么我学习的过程 实际上是培养我的逻辑 快速增大我的词汇量 跟运用词汇量的能力 通过阅读 来练习我做精读的一个能力 而不只是还从小习惯的 贩读小说的能力 因为这些所有的能力 都会在以后可能你申请 美国大学参加的SID考试 以及高中学习 以及整个大学学习 甚至研究生PHD过程中 都会用到的一个低层逻辑 很重要 这就是SSID本身学习的目标 所以说呢 基本来讲说 如果考SSID 因为像我们的学生 其实SSID的高分非常多 所以在我们这儿 如果我要把成绩单挂出来 孩子一定是考95%以上 95%的概念 大概就是 如果Middle Level满分是2130 它应该能考到2050左右 2050左右才能够 有可能到95% 满分的话是99% 它其实指的是一个Ranking 意思是您的这次成绩 要比全球参加同一次考试 跟你同年级的孩子的99%要高 要比99%的孩子要高 你可能只没有超过你自己而已 而最低的话 怎么样也不能低50% 什么意思 有的人说 老师您刚才说了 是一个综合评估申请学校 那所以说 比如说我们孩子在体育方面 或艺术方面 有非常中业的成就 非常好的特长 这样是不是学术 可以相对薄弱一点也可以呢 是的 但是再薄弱 也不能薄弱低50% 这个是属于偏低了 因为50是几个 另外一个要说一下 其实实际上呢 SSAT 我们看一下 跟上面的这个学术成绩单 是一个互补的作用 比如说这样说 孩子本身 他现在学校成绩单 由于网课或其他等等的原因 跟老师磁场不对呀 这也是一个原因 对吧 或者是之前家长 可能家里的事情比较忙 因为孩子比较小 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监督 所以把它忽视了 所以孩子成绩单 不是特别理想 那么SSAT 实际上是一个makeup 是一个补足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这两个 我们自己去权衡 然后去考虑 他们的权重是有多少 然后最后一个 我们关于学术 就是校内测试 所有的学校 即便像UTS 他要求这个SSAT的成绩 他也会进行校内的考试 当然除了UTS 申请九年级 就没有校内考试了 其他都会有的 那么所有的校内考试 实际上是不需要 另行在报班或准备的 只要您有了学SSAT 这个基础了 那么SSAT 学的所有的内容 提醒方向 跟所有的私校 他们的校内测试 都是一致的 且难度要更高 同样的 像我们很多学生知道 比如说 现在可能您是 11年级以下 那我们暑假的时候 想上一些 比如说美国的 天才夏令营 现在是大学的 这个Summer School 那你想申请 这样Summer School的时候 如果你有SSAT 成绩也可以做一个被选拔上 更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说 这个 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Again 再说回来 校内测试 校内测试 基本上 数学 英语 对吧 那么 如果我们能够达到 他校内测试 这个标准 那就最好了 这是比较关键 像 应该这个礼拜吧 马上UTS 七年级申请入学的 孩子们要进行校内考试了 阅读的话 基本上就阅读理解 跟他们学校学的题型呢 是比较相似的 是问答题 对吧 写作的话 主要写作文 数学的话呢 UTS的这个校内测试 它的考题的难度 要超纲 但是不要担心 一般来讲 即便孩子没有达出 超纲的题目 也不会绝对影响 您被录取的这个决定 好了 那么下面 我们看看评估这一块 评估这一块呢 我简单分享一下哈 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像刚才 我所说的 有些很多内容啊 是实际上 你可以提前准备的 比如说 你要知道 您现在学校里面 这个科目的 比如说英语课 或者是数学课 或科学课 这个老师 他更在乎孩子的 什么方面 比如说准时交作业啊 还是说爱思考啊 还是说teamwork 还是说需要及时 非常频繁的 问老师问题 那么你可以 自己可以培养 这样方面的 一个学习习惯 因为我们作为成年人 作为过来人 思考一下 在工作跟日后学习中 实际上这些都是 人与人交流 或把事情做好的 一个最最根本的 或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那早点培养 对于以后 是做起来 更加加轻就熟 更加顺其自然的哈 所以其实想要成绩单好 是可以早准备 那么SACT好 早准备 SACT好 教练测试 就不用担心了 这种学校 那么就是看你 现在目前的SAS 除非你是想说 我可能现在 今年九月份 我想要换一个 老师您说的 比如说 Gifted Program 或者是一个相对 没那么难深的私校 然后我再从这个私校 往我更心仪的私校去深 是不是就要跟您 讲的这个指标 我来原校 是不是就更好呢 这个您可以自己去决定 那么说评估这一块 首先评估的话 就这个就是相对来讲 比较主观的了 它并不是像我们成绩单上 写什么就是什么 比较主观 那么比如是申请文书 申请文书 说白了 比如说像UTS也好 UC也好 我们所有的申请 它都会让你去回答一些问题 一般都是问答题的形式 大部分来讲 应该它的word limit 都是4000个capitors 有的学校是按照这个字母来算 有的学校是按照单词来算 这个最好呢 尤其是孩子如果申请7年级 级以上 都要孩子自己写 除非小娃娃 小娃娃的话 可以监护人写 这没问题 那么申请文书 要体现自己的特色 首先像我这里面标注的 最不理想就是有很多错误 单词评写错误 这个属于态度问题了 不是能力问题 包括语法表达上错误 这些都绝对不要有 那么怎么能体现自己特色呢 实际上我们就要看 申请表格上它要求什么了 比如说假设你是UCC的这个表格 或者其他学校都是一样的 它一定会问三个部分 第一个一定问你说 在目前所在学校 你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课外活动 第二个是在校外 你参加什么活动 第三个是你来了我们学校之后 想参加什么活动 对吧 就是跟活动相关的 那回答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跟你自己的结合 你自己的hobbies 或者是interest 或者是你自己的strength的特长 来讲一讲呢 那怎么讲听起来才更真实 因为我们写文书的最重要的目的 并不是单纯的告诉人家 你钢琴10级了 或者是我hockey已经triple A了 或者我fencing已经打过 打过神比赛了 或者我debate已经进了 Hover前100了 不光是这个 更多的是让别人记得你 那怎么让别人记得你呢 这个就是比较关键 可以去更长时间去思考一下 好了 那么下面第二个就推荐信 推荐信很多人会 家长跟我交流过 说 这一块让很纠结 为什么纠结呢 就是 要不要告诉老师 我们接下来要升自校 比如说有些功效老师 明显感觉 你为什么升自校 功效难道 cannot suffice the needs of a key's learning 满足不了孩子学习的需求吗 因为有的老师 有的家长担心说 我们现在就在一个还不错的自杀 那我想往美国 美高神 或者我想往UTS神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现在自校老师 可能会不高兴的吧 告诉他要申请 其实这个 并不是特别重要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我们要 首先你要聊 家长跟老师要了解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知道很多家长 这个parent teacher meeting 根本就不去 就跟老师也不见面 和我的家长说 我选择性的去 我只去那个 英文跟数学 就主科的老师 对对对 这个见面会 家长会 那也可以 总之呢 第一个 如果你可以对老师 有一定的了解 有更多的机会 跟老师交流 因为家长都可以 跟老师写email嘛 那你不管从正面 还是侧面 大概能了解 老师对私校的一个态度 这是第一个可以操作的 第二个就是 基本我们并不知道 并不跟老师打招呼 但你应该知道 第一个 推荐性是相当关键的 推荐性 关键 这是完全符合 怎么讲 北美人 或者是欧洲人 也是一样 它的一个逻辑 就是他认为 每天在学校教你课的 不管是文科类的 理科类的 主科的老师 他们每天跟孩子 度过时间 他是最了解你的 所以他讲的内容 是最详细 最可信的 对吧 你像我们包括 给孩子做申请美本的时候 在疫情之前 前几年 应该是这么说 不能疫情之前 在哈勃出现那档丑闻之前 实际上是高中的 这个counselor 是直接可以给 某些美国大学 打电话 来推荐某些学生的 如果他认为 这学生非常有 学生可以直接打电话 倒并不是因为 这个counselor 认识这个某个大学 的招生老师 不是的 而是counselor讲的话 it's worth a lot it's very reliable to admission office in colleges 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 价值取向 因为像我们知道 很多像到了 secondary school 基本上孩子们 从学校 十年级开始 你就会有counselor 一直跟到十二年级 所以孩子 每一门的选课呀 然后包括 他就是选学校呀 然后所有的问题呀 他都会跟counselor 交流的非常多 甚至比认课的老师 交流的还多 那所以说 大学就更认可 counselor讲的话 同样的道理 这是为什么 他们很认推荐信 那么推荐信 它重点看老师写什么呢 也就是 老师在推荐这个孩子的时候 这个孩子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支撑这个品质 有没有什么样的 proven example of a success 这个相关的事件 做背书 这就非常关键的 所以说 我们可以总结一点 第一个 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呀 认课老师 要认得你 not know your name but know you as a person as a person about how you work how you learn how you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right 包括你的家庭 怎么跟老师交流 老师要认得你是谁 他能够有东西去写 这个很关键 第二个就是 真正我们老师 要推荐信的时候 实际上 在申请每本的时候 如果老师推荐信 写得不好 这个不好呢 是对你不利的话 是会给孩子区分的 那么申请私校 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边 你是没有把 跟老师讲 老师你要 给我好好写 这个老师就会说 OK I will just tell the truth 我就会 真实的情况去写 所以说 我们现在问 自己的问题就是 在孩子目前的学校里面 是否有 特别了解 孩子的老师呢 了解之后 是不是老师 非常喜欢 非常中意 孩子呢 那孩子跟他互动 是不是足够多 以至于 老师写推荐信的时候 可以有非常详细的例子 动人的事例 去说给这些 张声官听呢 这都是非常关键的 推荐 所以说 我同样再延伸一个理论 虽然我没有写 我们大家如果有 申请经验都知道 实际上是 不管咱们加拿大的 或者美国也是 哪一个私校 你提下完所有的 申请资料 交了申请费之后 专门这个私校 会assign一个 一对一的 这位招生老师 跟你email联系 包括你补充资料呀 包括你去接洽 这个面试的时间呢 而且大概率 基本来讲 这个跟你联系老师 就是给您面试的老师 他在给您面试之后 舍得你的 所有的这个profile之后 他会完成一个 叫recommendation letter 他会写一个 就叫推荐的一个列表 就是这个学生 他如果 deal with your case 他看了你所有的资料 也认识你在面试的时候 跟你做了交流 那么他对你的判断 是怎么样的 他会完成这样一个表格 那么如果这个老师 他能够推荐 我们的孩子 加入这个学校 被录取 那么大概率 这个孩子最后 也是会被录取的 虽然我们知道 并不是录不录取这个决定 不是这一位老师做决定 他是要给你写一个推荐 完成一个form表格 然后放到他们的committee 一个office里面 要几个不同老师一块 他看什么呢 一块看的就是这位老师的推荐 以及您的所有综合资料 所以说这个推荐老师 是非常关键的 第一步 你在目前学校 人缘好不好 老师喜不喜欢你 第二步 你在交完申请信 交完了申请费之后 跟您对接的那个老师 喜不喜欢你 这也很关键 对吧 来了 那接下来这个信 所以说 很多家长 如果说您今年申请 然后再等二月底的 这个offer的时候呢 那你可以想要复盘 你也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今年 比如说你念了 好几个学校的不同老师 你有没有感觉 哪个学校的老师 最喜欢你呢 你是能感觉到的 他们也不会去 play poker face hide their emotion I try not to like you but actually do 他们不这样做 都会比较真实的 好了 下面的话 就是有一个 CSS性格测试 这个的话 每一年 其实UTS都要的 但是今年没要 就是capture snapshot 它专门有一个网站 然后您要交些钱 有些事项是 只要您申请他们学校 他会给您交这部分钱 给您喂掉 他给您一个号码 一个密码 然后你上面测试就好了 这个测完之后呢 也是大概应该是 两周的时间吧 会有一个report 会从那个网站 直接产生出来 就像你考所有的 SAT SAC考试一样 上那边下载这个report 或者你在官网上 直接可以投 send to 你申请这个学校 都可以 这个性格测试 其实主要是 测孩子的情商啊 智商啊 与人互动啊 学习能力啊 通过回答一些 scenario question 或者我们叫 situational question 情境问题 那么这里面 也就是你测试 很简单 问我 哎呀我这看不懂啊 怎么办 测试完之后 它会出现这样的 一个长的bar 就是一条 一个长的这个 怎么讲 一个长的线 就说白了 简单讲 越长越好 就越长 表示你能力越强 越短 或者你哪一个 小的这个指标部分 比较短 说明这方面 能力比较欠缺 那么如果你能力欠缺 可能假如说 我测过啊 这就是测吗 测完之后怎么样呢 测完之后 你要针对孩子 相对bar 比较短的地方 要想好 合适的解释理由 因为大概率 在你的面试过程中 老师会问到你 跟bar 短的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我们有个学生 他测完之后 呃 在最后一项 叫social interaction 就是跟别人互动 就是跟别人互动 social awareness 就是为人出事 感恩的信 然后包括什么 empathy 就是怎么讲呢 跟人共情的这个方面 相对bar 短了一点 那面试的时候 老师问的很多问题 都是关于teamwork的问题 他要看孩子 跟别人去交流 不管跟老师 跟同学们 交流的过程中 他是怎么想的 看你这个values 价值观在哪儿 所以说测完之后 不能就放哪儿 或直接递交了 你要想好了 关于这个bar短 你为什么短 有没有好的势力 可以证明实际上 你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呢 其实实际上 这个并不是让我们去 make up story 或撒谎 而是说 针对这个测试 那么能不能够 家长正确地引导孩子 在这一方面加强 因为他对我们 是一个提醒 不是一个批判 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 有的学校 他并不硬性 强烈要求 他不是manitary 但是呢 有的时候要问 你有没有做过 做跟随身 跟心理医生 做过这个智商测试 并不是说 智商测试高 就一定会录你 因为我见过 有一个学生 有一个学生 智商测试135吧 在最后有一个IQ 有个数字的 智商测试135 然后也没有录 他申请一个endover 申请一个UTS 他自己申的 没有录 并不是说 这个智商高 就一定会录 因为有的学生 比如说 举个例子 他可能智商 确实很高 但他比如上面说 有叫Settle 或叫Slide 的Sign of ADHD 这个就是 简单讲 就是孩子 可能相对来讲 比较专注力差一点 注意力不好一点 所以有些学校呢 相对来说 这一般低龄 孩子比较多 像九年级以上的 孩子比较少 一般大概五六年级的孩子 比较多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学校认为说 孩子这样的情况 可能老师不太好教 他可能需要 A special accommodation 所以说 这不是一个优势 也就是建议大家 如果在你进行 智商测试的那个单子上 如果写了 可能有相关 ADHD Concentration Focus 相关的一些 不是最理想的一些 评语的话 尽量不要低交 因为这个并不是manage 对吧 嗯 好了 然后下面呢 这个是关于面试的部分啊 面试其实我们还是 最重要的目标 我们的ultimate goal 指标就是 一定要让别人记住你 in the good way 记住你 然后做一个好的选手 记住你 因为刚才我说了 面试的过程 跟真正跟你对接 那个老师 大概率是一个人 那这个老师 在面临之后 他要跟你做一个 综合的一个 recommendation 评估的 然后放到 录取的这个 admission office里面 其他老师 在一起来做决定 要不要收这个学生 所以说面试很重要 这个面试要不要准备 一定要准备 我们简单的道理就是 我们作为成年人 你找工作 要不要准备 有面试的话 要不要准备 这个就很关键了 对吧 然后呢 下面成绩单这一块 你看这里面 我写的就是 怎么评估呢 成绩单第一页 孩子working habits 一般有六项 对吧 这六项里面 第一个 打分好不好 那明显 C或C 多于一个的 这肯定就是 有一定的问题 你需要想一些 其他的办法 去把它弥补回来 比如说 假设你 CSS测的好 比如说 学校老师推荐信 写的好 或者你是一个 上升的进步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就是好的 比如说你申请文书 写的好 所以说你看到 其实实际上 这个表格上 所写的任何一项 并不是一项定输赢的 哪怕你有两个C 当时你跟他全C 这个可能就 掰不回来了 如果有两个C的话 其他方面能不能更好 有更多的人 去为你证明 实际上这个孩子 是在进步的 因为孩子或任何人 都是可以犯错 都是可以 以前有一些 可能不是特别 特别好的表现 但是他仍旧处在一个 上升的一个状态 这个都是非常正常 合乎逻辑的 所以说成绩单上 第一页 除了那个打分之外 老师的评语 是怎么写的 比如说你会不会去 work on schedule 比如说你会不会去 叫self-disciplined 你的我们叫 self-resilience 你的受挫能力 强不强 还是说很脆弱 可能老师的一个评语 简单的 不是夸奖的评语 就会让你有 anger issue 表现出任性生气了 还是说你能够 control your emotion 这个方面能不能做到 等等这个成绩单的第一页 很多时候都会有体现的 如果都是好的 那就蛮好的 所以这是整个 我们说比较主观的评估 这个部分 我们要感觉一下 像这个时间线 我们可以对照 就刚才我说 在群里面我发的 在不同的月份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任务 大家可以先对照一下 哪些需要提前准备的 我再总结一下 想要成绩单漂亮的话 要提前的明确老师的标准 而且要适时的监督孩子 一定要be consistent 要坚持一以贯之的 持续有好的学术表现 那么成绩单跟SSAT 是互相有佐证的 哪个高看哪个 这比较关键 哪个高看哪个 是Applebee的招生办公室 明确说的 他说学生 如果同时提交成绩单 跟SSAT 我们哪个高看哪个 所以说 如果一旦 比如学校成绩单比较低 虽然Applebee 不要求你考SSAT 最好要考一个 这是你扳回一城的机会 好了 下面这个评估的部分 也是一样的 要想我们的任客老师 给我们写出漂亮的推荐信 你就要让老师记住你 了解你 知道你的优势在哪里 要不断对老师强化 他能记住你的优势 记住你的好 这个很关键 然后呢 包括面试 这个咱们刚才提到 要提前准备 这个准备实际上 我并不是 我们大家应该看到很多学校会说 don't over rehearse 对不对 don't over rehearse for interview 不要练太多 那就太假 当然 提前准备不代表说 这个要假 这个面试实际上 它很多时候 是让孩子有个积极的思考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都听过 你像最经典的面试 UTS就是MMI 对吧 五个问题 multiple question 对吧 那像UCC 最经典就是show and tell 对吧 它会在面试的那个通知里面试 email里面告诉你 面试的时候 拿一个东西 拿一个object 这个object呢 你要给它解释 这东西为什么对你重要 它怎么好 然而 我在给学生做模拟面试的 发现好多孩子 这个 这个我先暂停一下分享 暂停一下屏幕 有好多孩子 在UCC这个show and tell 比如说它拿一个假设 拿一个笔的时候 明明这个题目是说 你拿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 然后去分享 跟它相关的故事 然而你发现 我见过的很多学生 在拿自己最喜欢的这个物件的时候 分享起来 情绪毫无波澜 看不出丝毫的兴奋 这个 这个 这个特别假 也许是因为紧张 但是大家想一下 如果这东西是你特喜欢的 你搭的一个乐高 或者是你获得的一个奖牌 都可以 或者是你最喜欢玩的魔方 你是不是应该滔滔不绝的 因为 我们所有人 这人之常情 就是你 你这东西你特别喜欢 你是不是希望身边 所有人都知道它的好 在拿自己最喜欢的物件的时候 并且跟你一样去粉它 一定是这样的 对吧 情绪不到位 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 更多的时候准备面试 更多讲的是一个 平时作为家长 我们要带着孩子去思考 多问他一些相关的问题 然后启发式 开放式的提一些问题 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 面试培训 对吧 这个就 都是平时可以去努力的 然后呢 下面这个成绩单这边说 最后一个就活动这块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刚才我举个例子 我说的是UCC的 这个申请表上 问你三个大类问题 包括像你申请 比如说 York School 申请Rose and George Crescent 然后包括申请Haver Girl 还有San Clement 他们的申请点 都会问你这三大类 第一个就是 你现在在你学校校内 参加什么活动 我们看到这边有写红的 有个学生什么都不参加 都在校外打一些俱乐部比赛 这个并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体现的是 你没有充分利用 你能够利用资源 那你为什么没有利用呢 你是过于骄傲 还是你没有这个 利用资源的能力 对吧 所以学校的活动啊 这个要参加的啊 稍等我看一下 有留言 嗯 稍等 等一下我综合来回答啊 嗯 San 稍等一下 嗯 对 所以这个 他一定第一个问你 在学校参加的这个活动 第二个 校外你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 第三个就是 来到我们学校之后 你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所以说第一点 我们说校内活动 一定要参加 然后呢 尽量一定要体现领导力 这个实际上呢 是一个怎么讲 听领导力这个词 现在为大家谈的是一个cliché 大家听的最多就是 最理想的孩子 第一个 Leadership 第二个就是critical thinking Leadership Critical thinking 什么意思 是说还参加什么活动 孩子都要当当头头嘛 当领导 还是说我在学校 我一定要竞选学生会 我一定要当一个代表 包括 比如说我孩子 已经在私校了 下一届 这个有学生来访校的时候 我一定要当一个 Student Ambassador 我一定要帮他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 是一定的 其实领导力 哪怕你没有任何的 抬头 没有任何的重要 任命跟角色 你都是可以体现领导力的 我对领导力 个人比较粗显的理解 就是三个字 什么叫领导力 多操心 就是领导力 让孩子习惯自己多操心 什么意思 看到东西 多观察 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之后 多思考 解决问题 看到任何东西 多思考 优化它 这些是领导力 其实实际上 多操心领导力 在我们讲 在西方的观念里面 实际上就是 做的事情要多 要多服务 这个是比较关键 当然也不是说低头 光是干活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小例子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领导力 影响力 是体现领导力 最关键的一条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课 我那是 应该是 大概三年级孩子 他们上的一个写作课 是一个网课 那是应该两年前 刚开始疫情 然后我们刚开始 转成网课的时候 然后呢 因为我没事 即便这课不是我上的 我很喜欢登录到 这些网课教室里 然后看看孩子们的表现 看看他们的作业 在后台看看 有没有谁不写作业 老师看作业 想不想戏啊 我稍微巡逻一下 然后那天呢 正好感觉他们快下课了 零下课十分钟 我进了教室 然后呢 在下课的老师说 OK Bye Everyone 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all next week 然后呢 就看到班里面 一个小男孩 Eric 三年级 一个男生 他很有意思 他在这个聊天 对话框里面说 他也说 谢谢老师 然后呢 他又带头说 他说 Hey Good lesson Right 他做了一个评价 然后 其实班里面 同学那是第一节课 大家都不认识嘛 就还破冰 应该是没怎么进行好的 而且小朋友的话 你看那个年龄的小娃娃 如果见面的话 是课间很容易在一块 就break the ice 在一块玩 但是如果网课的话 实际上交流 确实还是会有一定隔阂嘛 跟见面不一样 所以Eric 当他一说 他说good lesson 然后方便另一个小孩呢 他就说 哦 是的 然后他说 我喜欢老师这个头发 然后呢 Eric又接着说 那大家你们都用email吗 你还是用line 用什么来交流呢 平时我想跟你们聊天 然后呢 另一个第三个小孩 加入了说 那我的email是这个 然后另一个小孩说 那我的email是这个 其实这就是leadership 这个leadership不见得说 一定要三年级的小孩 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角色 跟title在他身上 但其实这就是影响力 他可以带头 可以倡议一个事情 可以带动身边的人 做一个事情 这就叫影响力 leadership 所以说很多事情呢 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观念 是一个思维习惯的培养 并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竞选 成为一个领袖 这个就 因为 因为集体有限 领袖更有限 对吧 但是实际上 领袖的这个精神 他要的是leadership 不是leader 对吧 所以但是当然 如果我们比如说 到了九年级时以上 或者以上 如果有很多申请这个 因为像我们这样 如果哪怕小孩 比如五六年级的话 那你即便想申请学校的一些 这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包括一些学校club里面 那个重要角色 年级太小的话 不让你参加学校的校队啊 club的 是这样的 所以说九年级以后 如果你非常喜欢 也认为自己 很能够胜任这个 leader role的话 绝对是可以申请的 能不能勇往的叫 我们叫 lean forward 而不是lean back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 因为每个小孩 自己生来的性格 是不一样的 比如有的孩子呢 非常非常优秀 但他就习惯老师 指定他做什么事情 然后他再把这事情 做到尽善尽美 有的孩子呢 即便他并不是具有 能够做尽善尽美的能力 但是他会踊跃的 自我推荐 然后并且努力 把事情做好 那实际上第二种 一定是能体现 leadership的人 而不是第一种 所以leadership真正的解释 我认为 第一个是要主动 take initiative 第二个是要 多操心 多观察 这个非常关键 多服务 所以说这一条 能不能让孩子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UCC申请 非常非常关键的 一个软实例 就是看老师的评语里面 包括做CSI测试里面 能不能体现孩子leadership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说那怎么能 我们怎么能操纵 老师推荐讯呢 你怎么能操纵CSS呢 你不能manipulate这个事情 只能平时的时候 家长要培养孩子 这方面的能力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下面这个体育活动 体育跟文艺 就是艺术相关的 都要有一定的爱好 那小娃娃的话 其实不用是特长 比如说参加过一定级别的比赛 就毕竟机会少 但是如果有的话是非常好的 但总之 一个是体育 一个是文艺方面 不能什么都没有 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年申请 今年申请 举个简单的例子呢 就是 有一个孩子 他一开始 我跟他去给他一个checklist 要他所有的资料交给我 我帮他去整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他给我递了一个关于 想想啊 关于一个篮球 一个写毛笔字 然后包括一个艺术方面 做3D动画 他会做这个 非常棒 那他就认为说 我3D动画做是最好的 因为我甚至sponsor 一些比较重要的marketing活动 然后呢 我的作品 也在某某媒体上其实发表过 然后呢 我的毛笔字 其实做的这方面也很好 我已经考级了 但是篮球呢 我并没有什么 比如我没有参加过校队 我也没有参加过 中学生篮球比赛什么的 也没有这样的好的背书在后面 所以我篮球是不是要不要写了 不行 所有的你做过的相关的这个活动 都要写进去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如果能有一定的键数 这是最好的 但如果没有 建树 也要写出来 他总比没做强 因为这体现是孩子本身生活的一个状态 你是不是兼顾了包括你的学业 那你的个性的培养 你兼顾了自己的体育运动 你兼顾了自己的文艺方面的这个培养 这些搁在一起 综合型的人才 才是不管是顶级私校也好 还是这个美本啊 美高也好 都比较需要的类型 好了那我现在稍等啊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内容 智商 我先看一下Sam的留言 智商测是120 是是98%以上的意思吗 不是 他这个其实 我不知道啊 但是不同的shrink 他测的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的几个学生 他们测的话最后 前面是有percentile的 后面是有个专门一个指数的 就是一个具体的数字的 还是99以上是135 这个应该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shrink 他测的这个模板是不一样 但是只要是一个certified的shrink 他测的就是好的 99肯定是代表最高的了 CSA测试结果 自己不知道结果呀 知道结果的 CSA测试完之后 他是有个report card 就在您报名登录那个官网上 您登录那个官网 不是应该有一个 自己创的一个account number 然后还有一个password吗 然后下面测完之后 当天孩子测完之后 然后他上面会告诉你 哪一天要出结果 出这个成绩 他专门是有个report card 跟SSAT report card 长得是不能长得一样的 颜色更多 两页 不知道哪个部分bar短 有的你是能看到的 您是不是一共两页 您是不是没有看到第二页呢 第二页是有这个bar的 它是这样横向的 从西到东的这样的bar 短的就表示相对 他又给你写的很明确 有短的有长的 短的代表能力 他们叫initio 刚出现征兆 稍等啊 你可以再看 一共两页 有的 然后report card的c是指s or g吗 对 这个每个学校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的学校 它按照比如说最高的 就是我说小年龄的孩子 因为一般高中以上 它就会有具体的分数了 满分100那样子的 那如果每个学校的report card上面 它都应该是有它的解释的 比如上面它e是最高 那下面就是gss satisfy 就不太好嘛 那c的话它应该 我猜它应该是按了abc来走的吧 a应该是最高的 所以看你们学校 它本身的这个template是什么样子的 report card sss results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刚才这样提 就是咱们现在你看 我的这个屏幕上分享的 所有这些指数占比多少呢 每个学校 这些指数占比不一样 有的学校 它可能学术方面 它更重视 它占比就更高 有的学校呢 它可能重视活动这个方面 但是所有的学校 一定都重视中间 这个评估的部分 就孩子本身 人本身 但占比多少 是不一定的 然后 所以这个 我们要自己 research私校的时候 自己要研究 要研究不同学校 他们其实看的孩子 品质方面 学术方面 活动方面 重点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以前有家长 跟我说过 他说 就孩子 hockey打得非常好 但是申请UTS的时候 好像UTS也不在乎 就是 然后包括 有的家长 跟我交流过 可能孩子机器人 已经达到了 世界比赛级别了 当然UTS好像 就他在UTS申请的时候 UTS is not that impressed 所以他说 怎么不同的学校 标准不太一样 是的 是不一样的 体育活动 选什么项目 有关系吗 我觉得还是选孩子 喜欢的吧 因为其实跟选什么项目 来比 最重要的是 你对什么有passion 而西方对passion的 最最直接的判断就是 第一个 你做了多少年 一年做这个事情 做几周 做几个月 每个月做几周 每周做几天 每一天做多少个小时 全年一共多少个小时 这叫passion 对吧 所以说如果观看项目 而可能相对 没那么重视孩子 本身的爱好 你这个passion 体现不出来 孩子应该坚持不了 如果没有艺术特长 会有影响吗 像刚才我说的 没有特长 可以有爱好 因为就是怎么讲呢 我觉得并不是所有人 可能以后 都要追求艺术这个专业 也并不是所有人 天生都有艺术这个天赋 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确实觉得 艺术哪怕对于一个普通人 你不管是从事 最严肃的法律啊 最辛苦的医生啊 你所有的普通人 如果能有一个 艺术的interest 不用参加什么级别的比赛 但哪怕有这样的一个interest 实际上哪怕成年以后 排解内心的忧郁啊 然后陶冶情操啊 提高生活品质啊 跟身边的人 制造更多的聊天的谈资啊 我觉得都是好的 这都是比较关键的 所以应该有一个艺术的hobby 不一定要特长 SICT什么时候考最好 SICT的话 一定要九月份之后考 因为九月份之前考 它不算是本学年的 所以成绩invalid at least UTS 就是不valid的 这个九月份之前考的 美高的话 它都是从一年 就你今年申请 从今年的九月 到明年的六月 这一年一个学年算是valid的 但是因为像我们这边 安省的话 基本12月1号 就是比较受欢迎的私校 都截止了 所以相对来讲 就是九月份到十二月份 直接考 那么一般像我们建议学生的话 就是在一到六月份的时候 进入我们的SICT基础班学习 基础班其实就像我说的 提高你的working habits 提升你的学习习惯 然后提高你真正的学术能力 而不是说考SICT 做几个选择题 光学技巧的能力 不只是这个 因为真正进了私校 它并不是终点 它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私校里面 学习也要好 然后呢 之后要申请本科 你不仅要学习好 在学习年级里面 ranking也要高 然后你这种所有的能力 因为你越到高中 孩子本身 必须自己亲密亲为的工作 就更多嘛 所以它是一种能力 就包括我们给孩子 做每本申请的时候 我总跟家长说 你可不要以为说 比如说 不管你这个费用 掏了多少钱 你说我掏了最多的钱 你我什么都不做 你就帮我把它申请到 我就要这个这个 这个学校 不是的 其实每本申请规划 它包括私校规划 更多的是孩子一个 学习的过程 比如说你要学 第一个选校 你怎么去查资料 这些学校到哪去查 你要对比几个方面看它 我都希望 我们都希望孩子要 我们教你怎么做 但你要做 你要跟我交流 哪里遇到问题 包括可能 在你选定了几个学校之后 可能你要 哪些要SSAT SSAT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包括你申请的时候 哪些学校 它可能需要你提供video 你真正录这个小视频的时候 要展现哪些内容 那这些都要自己去研究 我们都会去引导 你都会教你 其实我们的申请 更多时候像上课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哪怕是你真正到了高中的这个年纪 你真正可能从高中 你升了美本仇 进了很理想的美国大学 大学之后呢 难道我们要终生有counselor来服务吗 我觉得其实学生 跟毕业以后的成年人最大的区别就是 成年之后很多事情是没有人教你的 而学生 你不管从对待自己来讲 还有对社会所有身边的人看你来讲 你都可以跟别人学 都可以有人教你 对吧 所以说比如说像你可能 我们在给学生做美本规划的时候 就是孩子在探索专业 有的孩子可能凭空想 我想去哥大 哥伦比亚大学 我想读比如说哥大的 这个这个新闻专业 排名也还不错 或者是哥大的经济学也不错 但是你要不要认识一下 哥大现在再读的本科生 或研究生或博士生 那么他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都读什么样的科目 这些科目难度怎么样的 那么他们比如本科毕业之后 哪些学生是进入了考研的这个passway 哪些是工作 如果工作学这个专业 他的这个工作领域是在什么样的几个方面 那么你包括你以前 在这个学校的学长学姐们 能不能想办法 你networking一下认识他 因为一旦如果你真的想本科毕业之后 不继续读研的话 你怎么能投简历呢 投简历很多时候时辰大海 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 被人家内部投 这就是一种能力 这就是整个你在申请过程中 要自己学习的能力 因为并不是 并不是一生都有人在帮助你 做所有的事情 对吧 所以说 SSAT的话 像回到这个问题 我再确切的回答一下 就是推荐什么时候考最好呢 那么就是像我们一到六月份 是基础班 七月份跟八月份 各开一个强化班 那学生们到九月份开始 因为可能刚开始 一两个礼拜 如果你学要换老师 你要适应一下新老师的这个规矩 跟你立规矩的时候 对吧 你成绩单要好 很重要 然后大概基本上学生比较多 就是九月末 十月份考 因为十月份大概 考最多两次我会建议 然后第一次就算你 没有参加过这么长时间的 三个多小时的考试 就是算你可能发挥不到 最佳的那个状态 第二次应该就没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 你就要准备好多相关的 像我说申请表的一些文书啊 然后包括 而且这个文书 即便你有顾问老师 我们会引导孩子 写的最漂亮的文书 但是不要让别人带笔 这个对于孩子本身来讲 也不是最好的 如果能不这么做 我们就不建议这么做 然后一直到十二月份 像今年的话 十二月一号 UTS是deadline吧 头一天晚上就半夜的时候 有五六个孩子跟我联系 关于录视频的事 就临场线录的都是 然后那我在想 你线录的时候 你的视频 就都是线录 它之前包括做活动 打比赛那些资料 存的都不是很完善 然后视频的话 也是就是比较仓促的剪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如果我做这个事情 我都会有遗憾的 没有做到最好 是所有学校都要 是的 都要推荐新的 然后两个问题 疫情期间很多学校 不强之要就学生提供SSAT 听听介绍觉得一定要考 那么具体要体现多久 准备比较合理 还自己准备就是刷题吗 像刚才我说的 我建议大家 从现在的开始准备 因为它是一个提升 学习能力的过程 并不只是为了通过这个考试 因为我们希望你真正被私校录取之后 你也觉得能够配得上这份荣耀 而且在学校里面遥遥领先 而不是让自己倍感压力 觉得可能面对更优秀的孩子们 可能也身心不健康不太好 要提前准备 现在准备进入基础段的学习 把自己实力提升上去 第二性格比较内向 虽然品质很好 学习成绩不错 但感觉文书写不出什么亮点 没法体现出优势 有什么建议呢 每个孩子都有亮点 都有优点 但是我明白您说的意思 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在跟家长交流的时候 就发现 比如有 因为跟妈妈交流比较多 因为有的妈妈 特别会夸自己家的孩子 就是我虽然还没等见到这个孩子 都已经觉得 哇 这个孩子好棒啊 我特别想教他 如果我能教他 一定的教学相长 我都觉得自己 予有荣烟的这种感觉 有的家长呢 就是对孩子的描述吧 就可能更客观 或者更低调一点 所以真正作为我这个听众 我对孩子 在真正跟孩子见面之前 是没有画面感的 那如果这种类型的文书 作为申请的话 就不是一个最好的文书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很多孩子的亮点 因为很多 我帮孩子申请的时候 我都要跟家长交流 因为很多孩子 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啊 对孩子性格呀 包括优势啊 它的一个概括 这个亮点 大家一定不要误会 不是说 孩子一定要 他获得了什么 国家级别的比赛 钢琴一定要 达到了演奏级 可能才五年级 这个不是这个意思 哪怕一个品质 比如说像 我们这样有一个家长 我们聊天 他跟我讲 他说孩子有什么特点 就是 那是一个五年级的小男孩 然后他们想生UTS七年级 然后孩子 家长第一次跟我见面 然后下了课 跟我聊最多就是 稍等啊 聊最多就是 他说 他们家孩子很奇怪 就是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因为像咱们中国的习俗 过年老人 就是爷爷奶奶 老的老爷 肯定要是给孩子 红包的对吧 但是他们家儿子 很奇怪就是 每次老的老爷 给他钱的时候 孩子都表现得 就特别害羞 就很不好意思 就很不想要这个钱 而不是像很多小朋友一样 就谢谢 或者拜个年哈 他又觉得自己 不该拿老人的钱 然后呢 那个孩子其实 就是包括去看 这些一些相关的 不管是看电影 看书的时候视频 可能看到一些 比较生活 比较窘迫的人的时候 男孩啊 会觉得心里很难过 虽然没哭会很难过 那其实这个就体现 孩子一个empathy 很强烈的empathy 善良 但这个善良 我们要用empathy 而不能用kind 因为kind是一个 非常generic generic是什么意思 就是普遍试用 你说所有孩子 kind都行 对吧 这是一个 然后 下面 推荐的做性格测试 和智商测试的网站吗 哦 这个咱们不用提前练 这个智商测试 不是拿网站测的 是一定要那个 找心理医生 要定 我记得好像价钱 心理医生 一千来块钱 我不太确定这个price 但是要找心理医生测 他得有吃牌的这个医生 出的这个单子 才叫准的 性格测试的话 就是刚才我说 那个css这个网站 你就搜 captor snapshot 你就能找到这个网站 然后面试的网上 有着装建议吗 对这个问题 问的有意思 着装建议 小朋友不用穿 那个西服革履的 穿个西服 带个领带 不一定要这样 就是 当然尽量要穿 带领子的衣服 哪怕 衬衫要比polo衫好 polo衫要比t-shirt 那个t-shirt要好 对 UCC不要推荐信 比如说要不一样 为什么呀 UCC是这样的 有的孩子 你申请完了 就是你填 他们那个表格 填完之后 有的他会要求 你要推荐信 有的 个别的 有的他就不要 而UCC呢 他们是非常明确 这个正好家长提了我 说一下 UCC的这个官网 记得很明确 就是 不要 不要发一些 我们没有要求的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不要发一些 没有要求过的东西 就我们心想说 作为补充 这个给孩子提升 这个申请背景 我多发点 像我们要再要 不要给人家工作 造成麻烦 这个不用 或实在想发的时候 你可以打个电话 发个邮件问一下 然后呢 小朋友七岁九岁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 看我们要申请几年级了 你是要申请 七年级入学呢 还是要申请 JKSK这种类型 然后一二三年级 反正年级越小 申请思想肯定越容易了 这是一定的 但是像 你看像我们这个 目前的 SSAT的基础班 不管是middle 还是upper level 有好几个 是在harper growth的 BSS UCC的孩子 就他们已经在私校了 他并不是想 这个学SSAT 然后再考其他私校 不是的 他们是想让自己学术更强 因为每年 从七年级 跟八年级这两年 很多孩子是 考了SAC进来的 学术成绩是非常好的 明显要好 所以早进来的 资深的 这些孩子们 你要想保持 你的学术竞争力 学习不能落下 这就是他们可能 即便不申请学校 也报这个 SSAT的基础班的原因 然后呢 需要提供视频 疫情的 不是的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你像包括现在 很多美本 就美国的大学 像哥大呀 像耶鲁啊 Princeton 他都会 并不是manitary 但他说 会希望你 提供一些视频 像比如说 像哪儿 看看啊 UTS UTS问了 问你有没有 什么社交账号 您可以提供给他 但这不是manager 没有就没有 所以你要 社交账号 一个社交账号 比如你有YouTube频道 哪里面 subscriber已经到了 上万了 是吧 那就是leadership 这是influence 对不对 然后因为你看像 UTS 他们的subscriber 才多少 才1000 也就 如果咱们哪怕一个孩子 能达到1000 也是很棒的 如果你这种 任何的social media 这一个就够了 但是他需要 你看真正要 真的做到这种 我们说你要做Vlogger 你要能做到 没说吗 就是你没有做市场 或者是这个 这个市场型的运营 正常的孩子 分享东西的话 如果你的subscriber 能稳定达到 我觉得几百到1000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但并不是很多人能做到 因为他需要一个 长时间的dedication 你需要不断的想素材 你要需要像 从事面的人开始 推广你的这个social media 他需要花很多心血的 跟一个小型创业 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真的能做到 有几百到1000的 这样的subscriber 就是非常棒的leadership 你也具有一个 entrepreneurship的 一个能力了 视频需要提供什么心 才算是亮点呢 你觉得 您觉得 能让你眼前一亮的视频 得先让你眼前一亮 才有可能打动 其他的人 对不对 然后对了 还说视频 想起一个 咱们要学会运用 自己的资源 像我们今天有个学生 他们家呢 国内是有亲戚 是在电台 还是电视台 我忘记了 所以做视频的时候 就是会专门请 比较专业的人 给做的视频剪辑 哇 做得很棒 那个效果 那个运镜 非常非常棒 绝对加分 所以说 为什么我经常会讲说 实际上 孩子在上大学以前 孩子成功 成不成功这个几率 很大程度上 决定家长的努力 这是真心的 现代的社会 跟以前像 比如我读书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像孩子九年级以前 体现的是 家长对孩子 有多么用心 而且可能 你这个用心的方法 是不是能够跟孩子 一个好的切合 一个默契度 而九年级到十二年级 体现的就 因为孩子本身 学习习惯呢 孩子本身也懂事了 但九年级到十二年级 更多家长的能力 是用在 你有什么样的资源 你能找到 什么样的资源 或更专业的人 是帮助孩子 这是高度生 就年龄大一点的孩子 家长需要能做的 稍微家长懈怠 我们不可能依靠 未成年的孩子 能够左右逢源的 去面对这么复杂的 经营审核标准 以及找到 相当的资源去求助 这是一定的 真正放手 我个人认为 当然观点 欢迎批评指正 真正放手 也就是真的是上大学之后 你才能放手 或者不得不放手 所以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源 剪个视频呢 有什么好的idea 要跟孩子一块去brainstorm 然后 可以直接找您做 赐效评估吗 可以的 可以没问题 可以直接 能看到我的电话吧 这个图上 对 可以给我打电话 或加我的微信都行的 这个二维码 就是我的微信 希望孩子们都能够 当然 你发现所有的丝绍 给他补充一句 所有丝绍 他第一步看的都是 这个丝绍 是不是你想生的 因为以前跟家长交流 有的孩子真的是 就人家一面试说 你为什么来 我宣请我们的学校 孩子说 我妈说好 我妈让我生的 这个一下 就成功率就比较低 所以说 是不是孩子 自己本身的意愿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关键 那有些人说 那我们孩子就不愿意呢 那我们想一下 你发现 现在这个年龄的孩子 不说我们 这个年龄的孩子了 一直哪怕到 18岁的年轻人 甚至20出头的年轻人 都是今天想这个 明天想那个 但那你问他 这个那个的原因是什么 他又没有明确的原因 他没有足够的research 他只是一种感受 而feeling是不可靠的 我经常讲课的时候说 我们英文 哪怕学的是文和英文 考的是逻辑 逻辑是全球统一 考的是语法 语法而全球学的是一样的 我们考的不是你理解的意思 因为你理解的意思 种族不同 语言能力不同 文化不一样 自己个人经历不一样 家庭不一样 理解的意思就不一样 所以说 就是孩子的本身的feeling 是不可靠的 我能不能引导他 让他想要去做一个事情 这个其实很关键 是家长的一个工作 家长也蛮累的 议员之类的推荐性 是不是 这个问题问题配好了 我说一下这个问题 议员之类推荐性 是不是反而是的其反 是的 我个人认为 一定是的 就跟什么一样 像很多学生 我们包括申请美本的时候 家长也是 他说 我能不能找一个 比如Harvard大学 我升Harvard 我找一个Harvard大学校董 这好不好 挺好的 这个绝对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这个校董 他写的这个推荐信 他的power 是不是就能大过 咱们自己本身孩子的 认可老师或学校的counselor呢 不一定 因为校董他真的有 那么认识孩子本身吗 同样的议员 他跟孩子 Does he or she know the student as a person 这是一个问题 对吧 然后包括 他能不能写出 具体的视力呢 除非孩子本身 跟议员之间 会有过一些 不管学术啊 或者是社交方面的 一些互动 你可以把它能够写出来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但是光是靠议员的title 实际上 作用并不是很大 至于是不是能够 适得起反应起反感 这个要看你的 读的这个推荐信的人 他本身怎么想 好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的 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儿 所以今天其实分享 都是干货 总之呢 一句话就是 申请私校的过程 实际上是孩子一个学习 一个提高的过程 那么你有多在乎 多想做这个事情 就要多早提前开始准备 我们不想留任何的遗憾 因为不想看到 经常很多家庭 比如说六生七的时候 临时一个月两个月 生了一下 然后生不上算了 然后那孩子会觉得说 不开心 然后到八生九的时候呢 可能又犹犹豫豫的 又生了一下 然后可能又没生上 那实际上这个 对孩子来讲 都是一个 不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经历 因为在经历过程中 他除了挫败感 什么都没有收获到 他也没有精心的准备 也没有努力的提升 也没有check一下自己 比如行为准则方面 working habit方面 怎么能够去达到这个标准 所以说我不推荐这样 如果第一个 如果想要就申请 请确定 你要确定 你真的想申请私校 第二就是 如果确定 要及早准备 很多方面都要及早准备 尤其是让孩子ready 孩子ready是 他心态上知道 自己应该约束 自己应该进步 自己的行为方法 做事习惯等等 这是比较关键的 对吧 我看后面还有一些 不客气 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 老师推荐信一般讲 家长看不到推荐信的 直接发给学校 不能让家长看到 answer questions as well 对直接发给Sam 我已经回答问题了 对吧 OK all right that's it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have a good night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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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